张杰和谢娜结婚多年感情依旧相当甜蜜 是演艺圈中的模范夫妻 不过近日微博疯传一则影片 只见张杰和谢娜打扮相当低调 现身上海高铁站 而一旁的男助理看到有人在拍摄 立刻愤怒地冲上前 将该名拍摄者的手机打掉 而谢娜看到后野上前情深劝导 这公共场合别拍啦 并用手挡住镜头 我有看到后纷纷怒劈 助理行为太过暴力 阻止人拍摄可以用其他方式 对此谢娜的工作室也紧经发文回应表示 在赶行程时一直被专业跟拍拍摄 干扰公共秩序 最终我们也延误了车次 随行工作人员情急阻止 站内跟拍人员时产生了摩擦 虽无任何肢体接触 但确实言行不当 为此我们诚挚地向大家致歉 我们会反省自身 避免同类事件再次发生 最后也呼吁希望与大家能在更安全的场合见面 共同维护公共秩序与安全